哈喽,各位听不见的小朋友们,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,欢迎你再次来到李老师的英语课堂,我是你们的大点声喊出我的名字,好了,那么今天呢,我们有一项活动,是什么活动呢,就是要去动物园玩玩,但是在此之前呢,我们要先参加一个比赛,诶,是什么比赛呢,往这儿瞧,这个比赛呀,登登登登,诶,这个帽子看起来有点, 奇怪,而且有点魔力,对不对,好像是女巫戴着那领尖尖的帽子,诶,这怎么回事呢,哦,原来是眼力大比拼,这也是我们的智慧公主专门给我们所有的小女士设置的一个挑战赛,什么叫做眼力大比拼呢,对了,那就是比谁眼睛尖呗,不是眼睛长的尖,而是眼睛啊, 看东西看得快,看得清楚,那么,这个戴眼镜的同学可要注意了,现在赶紧把眼镜擦亮了,擦干净,准备好了,孩子们,往这儿看,嗯,诶,这个像我们数帽子吗, so how many hats can you see,你能看到多少顶帽子呢,啊,开始数了,登登登登, 啊,死到,但是哈,今天可不是让你来数帽子的,注意啦,我来念一个口诀,啊,不,啊,不,啊,不,啊,咚咚咚咚咚,诶,怎么回事呢,眼力大比拼,现在看起来有点花,而且什么都看不出来,对不对,什么都看不出来,而且一点都不清楚,这样我们怎么猜呢, 别着急啊,我们一个一个都来破解,首先盯准,我们看好,第一个飞出去的帽子将是谁呢,哇,太帅了,can you see that,能看到这个吗,what's that,这是,有些同学说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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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壁虎,好像不是吧,壁虎身子也不是弯的呀, 哎,对了,是西语,so how to say that in English,那用英文讲西语怎么讲呢,叫做,lazard,你别着急,你肯定不知道,但是我会慢慢告诉你,lazard,注意听哦,一会儿你还会见到他的,好,第二个,注意了,眼睛定准了哈,one two three,go,咚咚咚咚咚,哇,这个你们一定认识,因为我们看过一部特别著名的动画片,叫做, the lion king,狮子王,是不是,那这个就是我们的line,狮子,狮子,line,line,狮子,哎,哎,这个还是挺好地的,对不对,而且很好认,好,第三个,准备好,one two three,go,咚咚咚咚咚,哇,that's easy,这太简单了,这是我们的好朋友,叫做monkey,monkey,你只要知道他怎么说就可以,这个阶段,monkey,哎,大声呼喊, 出来,ok,next one,one two three,go,what,what's that,这是一条青虫吗,不是,这是一条青蛇,来,蛇,好多次的,snake,very good,snake,snake,snake,good,now next one,one two three,go,咚咚咚咚咚咚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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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是鸟吗,bird, no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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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说bat,蝙蝠,是不是,蝙蝠,bat,它呢,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会飞的哺乳动物,它虽然会飞,但它不是鸟,而且也不下蛋,它呢,是哺乳动物,它就直接把小宝宝生出来的,ok,好,那传下一个,登登登登, 哇,这个好难,好难啊,这个,这个,哎呀,我得离它远一点,看起来很恐怖啊,这个是鳄鱼,对不对,小朋友们肯定知道有两种鳄鱼的说法,一种啊,叫做短吻饿,什么叫吻啊,我们用嘴去,哇,亲吻,对不对,那,说的是嘴去吻,其实呢,就是短嘴饿了,这种鳄鱼呢,它嘴很短,很短啊, 那又有一种普通鳄鱼就是嘴长长的,大大的了,那么这两种鳄鱼你得都会吧,首先我们说说这个短吻饿,短吻饿叫做alligator,alligator,哎,对了,那么普通鳄鱼就是crocodile,crocodile,哎,你看它这个名字念出来的感觉非常恐怖,对不对,crocodile,ok,so,鳄鱼,好,还剩最后三个啊, 来,眼力大比拼,继续,咚咚咚咚咚,哇,这个太可爱了,这个我一见我就知道了,因为我们家一只可爱的小狗就叫这个名字啊,它叫做tiger,tiger,哎,小老虎,哈,tiger,当然这只老虎是一只tiger,大老虎,好,keep going,还剩最后两样大型动物,来,next one,哇,这个太好玩了,它叫做tiger, 大象,elephant,elephant,elephant, good,and the last one,最后一个身体圆圆,特别可爱,牙齿大大,叫做河马,如果参加过微微阅读会的同学肯定记得那个hi,你有一个好大的pp哦,河马叫做hipo,hipo,hipo,我太好玩了,我喜欢这一轮眼力大比拼, 不过我现在很想赶快到动物园里去,可是现在还有一段路呢,怎么办呢,哎,对了,上这课我们得到一个宝贝,什么宝贝来着,穿越魔盒,对不对,用这个魔盒我们能瞬间穿越过去,是不是啊,孩子们,那我现在就去把魔盒找出来,等着我啊,哎呀,宝贝啊,宝贝,我终于找到咱们的穿越魔盒了,那现在呢,我们要穿越到动物园去, 而且是野生动物园去,那你别忘了,我们要默念目的第三次办,那我们来数数字啊,到野生动物园去,七个字,那就是到野生动物,马上就穿越了,来,孩子们准备好啊,到野生动物园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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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走,走。 来吧,来吧。